这一对邻居真的是闹得不可开交 这是郭小姐她控诉对面邻居李姓男子 拿尿往他家门口来泼 前后泼了六次 她还因此装监视器来搜证 不仅如此双方互告大斗法 李姓男子甚至拿着黑白遗罩就挂在自己的门口 让郭小姐每天进出看到都吓到晚上不敢睡觉 男子拿着一大桶不明液体往外泼 乍看之下像是水 但是仔细一看原来这是尿 这么一泼不仅对门郭小姐家门口都是味道 整个楼梯间也都是尿骚味 已经过了一个月还是散不掉 她就用泼尿的方式 那她泼尿的话从五月份就开始了 那那时候我们想说她隔很久 想说就算了就忍耐 可是后来越来次数越来越频繁 就忍无可忍 对门邻居会起严重争执 是因为李姓男子认为对方关门太大声 郭小姐否认双方开始大斗法 男子拿雨伞戳破郭小姐家木门 郭小姐怒告毁损 男子不满泼尿抗议 郭小姐气不过告对方毁损房屋 双方斗法八个月 她就挂一张照片 她就说丑媳妇总得见公婆 来看看这个是公公 所以我是这样推断 郭小姐控诉今年五月到现在 对方泼尿至少六次 最近还拿着遗兆口里念念有词 寡遗兆吓人 但是李姓男子坚持自己没错 争执八个月没有办法解决 郭小姐装监视七字堡 连半夜睡觉也不敢关门 就怕对方又来搞破坏 但是为了关门大扫声问题 邻居闹得不愉快 实在得不偿失 主任新闻李文斌 陈曼威台北采访报道